行車記錄器拍下右前方一台轎車 從外側車道直接跨越雙黃線 違規回轉 機車騎士閃避不及 直接被撞倒在地 再看一次畫面 轎車一次跨越兩個車道 違規回轉 又沒注意周邊狀況 車頭直接撞上機車 造成騎士身上多處擦措傷 汽車的部分 那就是涉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49條 跨越雙黃線 跨越雙黃線 那罰則的部分是900元 事情就發生在星期二早上8點多 台北市內湖的瑞光路上 造勢駕駛為了貪圖方便 違規回轉 導致事故發生 不僅得吃上罰單 還得賠償機車騎士 正是所謂欲速則不達 介紹邁家台北報導